为什么我会换掉电视机直接上投影仪 因为配合Apple TV的TVOS系统后 投影仪的优势就被放大了 因为只有120寸的巨木和专业的影院投影仪 才配合了上超高清的4K原片的细利度和色彩 带来的观影震撼体验 组建自己的流媒体系统后 看4K跑满一点也不卡顿 当然配合Apple TV的Infuse观看高清原片也是不错的选择 我新入手的是名其W5700 它的动态光圈和独家的HDR Pro技术 能更好地支持Apple TV的杜比世界 让暗处能按得下去又不失细节 亮处则更亮 播放杜比或者HDR的影片 能带来更有穿透感的画面 因为我的Apple TV是放置在客厅 投影仪放置在吧台上 哪怕是角度不对称 也能够用镜头位移的功能 实现无损画面的上下左右调整 加上可自由控制的1.6倍大边胶 3米投射距离就能拥有一百寸的画面 轻松对准幕布 镇头吊装都很方便 客厅无论大小都可以用 Apple TV可以直接放在5700旁 接上HDMI则可以轻松连接 下面打开Infuse测试 我是在NAS上搭计了NBi服务 播放的是4K HDR的原片 测试下来可以在幕布上轻松看到 无论是画面细节还是帧率 都可以获得不错的体验 因为支持P3广色域 符合Apple TV里4K各种电影片源的行业制作标准 这是RAC 709无法达到的效果 在播放影片时 能完整地呈现出非常准确的色彩 我个人认为 要选一个专业家庭影院机 才能将Apple TV的高清原片完美地呈现出来 4K片源的好色彩 好画质才不会被浪费 加上大屏的观影体验 再搭配120寸的大屏 完全不输电影院了 如果你刚好准备改造影院 可以考虑直接入手一步到位的专业家庭影院投影 配上Apple TV开始沉浸式观影